郭主委您覺得應該要恢復徵兵制嗎 因為民調好像很多人認罪 募兵是經過立法的 不是今天我馮世寬站出來說 我們來開始 我當過部長覺得募兵不好 我們就來徵兵 不是這個樣子 而且募兵能夠召集到 我們有很多的方法 能夠吸收很多社會上 更好的青年來到軍中 徵兵有許多人他不願意當兵 你把他徵來以後他也沒有心 還不如我們在這一個募兵上面 能夠有更好的成就 我們有很多的這個武器系統 都需要長時間的人員維護 或者是來做操作 假如募兵他能夠有長時間固定的 在這些方面 對於國軍來講 戰役是能夠維持的 那現在是不是以軍事訓練役 為隔四個月的 跟未來這些軍事訓練役 都變成後備戰力的話 會不會擔心他們訓練太短 我剛剛講話中間 話中已經有話了 因為有些話不該我講 這是經過立法的 我個人啊 當部長都無力去 把這些事情扭轉過來 就像上校子女不能夠領教育補助費 這是立法院給行政院的一道信函就停止了 現在要我們來恢復怎麼可能 當然是應該立法院自己去取消上一次的信函呢 是不是 所以很多事情不是我想做就做得到的 而且有些事情不該我做咯 讓我好好的當一個特務會的主委 把榮民榮眷照顧好 把他們的子女照顧好 好不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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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